袁树称帝的念头那是由来已久 早在公元195年的冬天 探县地被李爵追杀 狼狈逃往黄河北边的时候 袁树就跟自己手下的文武官员开会 他是这么说的 现如今呢 这老刘家眼瞅着就不行了 我们老袁家四十三公 门声鼓励是遍布天下 深得民心 要不我就识个食物 顺了大家的心意 现在就登基成帝 朱军觉得怎么样啊 这众人听了半天是没人敢吭声了 就有这么一个骨头硬的官员 叫严相就说道 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也是像您一样 深得民心 但是他老人家 还是小心翼翼的侍奉着商咒 民工您虽然德高望重 但是跟周文王比 还是薛薛的差了那么一丢丢啊 现在呢 这汉朝的王室 虽然混得不如之前了 但是也没有商咒王那么残暴无道啊 这元树听了严相的话 是气得牙根里痒痒 却也不好发作 人家说的这话多有逻辑 您不如周文王 汉县地可比商咒王强 所以时机不到 您呢 再等等吧 那就再等等吧 往后的一年呢 元树混得是风生水起 越来越好 当然一切拜孙策所赐 公元197年初 大汉天子经历了李绝等人的追杀 大臣呢 是死伤无数 刚刚在许昌安顿下来 哥哥元少 面临张燕和公孙赞的威胁 就在几个月之前呢 还刚刚被义士赃红造了反 刘备被自己打得是流离失所 屈居于吕布之下 这曹操啊 最为可笑 因为桃色事件 在渊城 也就是晚城 被张秀袭击 死了张子曹昂和爱将典围 让元树那是看足了笑话 您以为 我元树看着这帮的老冤家倒霉 心里就那么高兴呢 您可不高兴吗 您都乐出声来了 老冤家是一个一个的倒霉 而元树却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元树占据杨玉徐三周十一郡 人口众多 兵精良足 而且没有外敌危险 这天下的贼寇 如黄金 白波 黑山 都愿意为元树效劳 连号称飞将的吕布 也仰仗元树的势力 元树一向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传闻说的 代汉者 当图高野 那说的就是他自己啊 此时的元树 志得意满 就不顾群臣反对 计划称帝 这孙策写信劝阻他 那是根本不听啊 不是 这元树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哎 他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过街老鼠 被围攻吗 他不明白 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吗 他就看不出来 手下太守 一半以上都是孙家人 孙策 要是逮住机会背叛他 会给他带来致命的伤害 就为什么啊 元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意孤行呢 是元树就那么愚蠢 那怎么可能啊 他可是天才的战略家呀 特技是妙技的男人 那后来的元世凯 算是清末最老坚决 哎哎 老谋深算 老谋深算的一类人嘛 是吧 他称帝的时候 那报纸都有了 信息总比元树领通吧 可是呢 他还是称帝了 就老瑞认为 他们称帝的野心呢 那是由来已久 已经就成为了一种执念 所以呢 他们就选择性失明 把证明这件事可行的信息放大 把反对这件事的信息缩小 抓住了次要的虚假的信息 忽视了主要的真实的矛盾 无法有逻辑的思考 元树的地盘很大 其他的猪猴呢 都各自陷入了困境 其实这就是证明 称帝这件事可行的信息 元树呢 也很peak这些 包括 代汉者当图高野 这些证明他称帝可行的称言 元树也很看重 但是他选择性的忽视了 证明他称帝不可行的信息 比如 虽然你地盘很大 但是呢 你无法驾驭 掌控你一半领土的损测 虽然诸侯都陷入了困境 但是要真打起仗来 你是打不过他们认得何以见 虽然代汉者当图高野 但是只要你肯欠强附会 那谁都能图高啊 李绝那女巫就说了 说绝就通雀 那雀呢 就是道路上的高大建筑 可以图高 合进自最高 可以图高 曹涛的父亲 曹松自巨高 可以图高 元绍的外甥叫高干 可以图高 老睿呢 身高一米八八 可以图高 在座的各位老司机啊 天天在公路上跑 一脚油门就上坡了 也可以图高 人人皆可图高 你元树有什么稀奇的呢 总之啊 元树此时 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称帝已经是他的执念 他先见号众士 策封公卿大臣 有模有样的就推进着称帝的计划 果不其然呢 这一举动就让元树成了众师之地 老元家一称帝 南边的老孙家就联合各地的军阀讨伐他 史称护国运动 从来啊 老元家一称帝 南方的老孙家就率先反叛元树 打跑了元印 联合亲族武警和孙奔宣故独立 孙奸的另一个侄子孙湘 是元树的主南太守 因为路途遥远 就继续留在元树处 元树的太守 多为孙奸的家人或者旧部 孙策的独立 对元树的影响无疑是致命的 曹操趁机联合吕布 刘备和孙策一起围攻元树 这乌漏啊 就片逢连夜雨 这一年呢 元树的领地遭遇了旱灾 江淮一带十世九空 甚至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咱们第一集提到的元树准许书哨 给百姓分粮食的家伙 就发生在此时 但是元树和他的后宫妻妾数百人呢 是奢侈惯 依旧每天过着锦衣玉石 荒淫奢侈的生活 纸醉金迷 他后宫的女人呢 也不懂什么军国大事 只是争宠宫斗 元树最心爱的女人 也就成了牺牲品 被吊死在厕所的梁牧上 这个悲伤的故事 咱们下回接着讲 你这没讲到元树要喝蜜水啊 大过年的 就让元树多活一集吧